這件作品叫《專家古厝》 它是屬於三棟建築物的 應該屬於一個四合院 它現在已經很老了 而且這個作品都已經凋零了 可是我看到這個作品的時候 看到這個場景的時候 我就採取這個古厝其中的一個角度來畫 其實它本身已經相當老舊了 背景它整個是山景 山景它是可以從這個古厝這樣也看不到清楚 所以我只表現這個古厝 它這個樓梯接 然後左邊還有一些電線桿 以電線桿的曲線配合這個古厝的整個色系 其實它原來的色系沒有這麼漂亮 它是屬於也沒有紅磚 它是屬於那種泥座 以前這種米蘭泥座頭的那種味道 上面其實屋頂已經都改變過了 那我就採取畫面 我們畫面再把它修飾過 讓整個畫面更豐富 要是屬於那種泥座頭的 還是屬於那種泥座頭的 好嗎 好嗎